應該都很熟悉 因為它是台中有名的 今日密碼花 然後這個其實之前 大家如果有去台中的話 就會看到它是一個排隊的老店 然後它開店已經40多年了 然後它的店 其實就是在一個民宅裡面 然後它是1點半 下午1點半開始 它就會開賣它的密碼花 所以你現場排隊的人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 它在裡面就直接手工現做 所以你排隊的當下 你就可以聞到正正的麥芽糖 還有蜂蜜的味道 撲鼻而來 然後重點是它1點半賣完就沒了 真的嗎 這麼大 所以提到去排隊 對 所以每天它都是一早 就很多人在排隊 然後你當天排了 你也不一定買得到 然後賣完就沒有了 這也是傳統的 對 傳統的 然後它吃起來非常的香 香氣撲鼻 是因為它裡面不只有蜂蜜 它外面那一層有蜂蜜跟麥芽糖 然後還有芝麻 所以非常的香 然後有的人會覺得 其實它吃起來有點黏牙 但是因為實在是太香了 所以就算黏牙也沒有關係 因為真的太好吃 來吃吃看感覺是什麼 這一家超有名的 對 我有去過 中興也有買過對不對 這家其實真的還滿有名的 而且我覺得以前很多麻花 有的人會不敢吃就擺這樣 因為這也算是就是過年 桌上一定會有的 但是大家不見得會去碰它 因為以前的麻花 有的會太硬了 對 但是我覺得它的口感是比較像是 沙其馬那種鬆軟的口感 我就要說 對 它不是硬跟脆的 它是沙其馬 綿的 對 綿的 鬆軟的 感覺是更扎實的沙其馬 應該對不對 所以小朋友會非常喜歡 小朋友一定愛死 而且這種麻花就是老人家也能吃 然後又很香 老人家能吃嗎 因為它比較軟 滿綿 可以慢慢吃配茶 老人家愛喝茶 你就可以吃一點 因為像我的話 我也會把它 妳是老人家喔 講到什麼話 像我的話 不是 因為我自己會有另一種吃飯 因為我有時候會覺得 拿著一整個很麻煩 我會先把它有點壓碎 然後再搬一塊一塊來吃 如果妳過了一天 只要老人家住口的話 妳要來... 好煩喔 好大聲喔 怎麼會有嚼勁 老人家在那裡嚼勺 從廚性裡面到很粗耶 怎麼還不去找工作啊 妳這不是可以嗎 怎麼還不結婚啊 怎麼死小孩還沒結婚 妳出席嗎 妳的 怎麼會這樣呢 她可以給她 她可以配 忙到出山 我跟妳講 還在那邊又會移包妳的三衣 我跟妳配一杯熱茶 這可以網購喝嗎 這可以了 已經可以網購了 配飲料 外言怎麼會講 我們節目 節目老人家也很愛 很同場 老人家 我奶奶9點就睡了 我希望老人家就是看重播 我們現在可能是下... 他們都看早上11點的 早上 早上11點的 對啊 我爸爸都看那時候的 都可以這麼晚睡唷 好吃 開玩笑的 好吃的 好